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这部漫画至今已经连载将近32年 甚至连作者和三浦老师都曾经开玩笑地表示过 不知道是自己的寿命会先走到尽头还是漫画会先完结 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漫画家才可以画出长达30多年的连载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三浦健太郎于1966年的7月11日出生于千叶县的八千代市巨蟹座 赞 千叶县三面环海风景十分美丽 连天王牧村拓栽也时常跑来这里冲浪 可以说是个让人感觉自由奔放且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 但不只是出生地 三浦健太郎也成长于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 三浦的父母两个人都毕业于无脏野的美术大学 并且两人都从事美术相关领域的工作 父亲从事电视广告画分镜的工作 而母亲则在家里附近开办了教绘画的美术教室 从三浦董事以来就常常坐在美术教室的角落画画 那时候他就已经有着想要当漫画家的想法 时间来到1973年 当时三浦正读小学一年级 除了学习课业 他也开始会在笔记本上作画 并在作画的过程中 他发现父亲绘制的分镜脚本 时常出现在流行的电视广告中 在这耳濡目染之下 于小学二年级时 三浦已经开始尝试分镜漫画 并在小学四年级时开始用原稿纸作画 而在小学五年级时 三浦已经开始使用钢笔作画 虽然三浦的父母 并没有太干涉他的兴趣跟爱好 但是如果你从小的兴趣 跟父母的工作领域有关的话 肯定能够获得一些 一般人不能得到的资源 这就很像是 如果你非常热爱音乐 而你的父母是玩乐团的 或是音乐老师 那你一定可以获得 非常多专业领域的知识跟资源 的确 三浦的父母影响他非常多 他也承认他自己 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中长大 甚至他在成为漫画家之后 几乎都没有在分镜上卡关过 很快的 时间来到了1979年 三浦刚升上国一 有一天他爸爸买了一本棒球漫画 这本漫画就是 水岛心思的 Doka Ben 没错 跟紧张球员老师一样 三浦也受到了这部漫画的影响 毕竟这两位老师只相差一岁 只不过三浦并不是因为 这部作品要开始画漫画 而是因为这部作品开始打棒球 但等到参加了棒球部 开始正式训练之后 他才发现 其实自己根本不喜欢打棒球 只是因为受到了漫画剧情中的影响 在那个当下 他更确信了自己是热爱漫画的 也决定一定要成为一个漫画家 1982年 当时三浦正准备升上高一 为了走上漫画家之路 也为了在这条路上 能够更轻易的获得更多资源 三浦报考了美术相关的科系 的确在高中时期 三浦遇到了许多 同样热爱漫画的朋友 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时常聚在一起 当时他们还组了一个小团体 这个小团体名叫 音社 在音社这个小团体里 他们时常一起讨论漫画 一起切磋琢磨 不过尽管大家都是美术系的学生 对漫画的热爱也不是无穷无尽的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坚定的朝着漫画家之路前进 许多人同时除了漫画 也会有着其他的兴趣跟爱好 但唯独一个人 也跟三浦一样 对漫画有着无比的坚持 这个人也是影响 改变三浦人生深远的一个人 他就是自杀岛的作者 森衡二 森衡二跟三浦 因为对着漫画有着非常人般的热爱 两个人情投意合 很快就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森衣也常常去住在三浦家 他们一起画漫画一起睡觉 还在大考完的休假 举办了漫画合宿 甚至一起参与了周刊少年Sunday的投稿 但这部作品很可惜的 在最终竞选的时候失败了 而随着两人一起经历了许多的事情 三浦对于森衡二 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情感 不要误会 不是你想的那样 森衡二对三浦而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他看起来有点坏 非常擅长运动 因为父母不认同他画漫画 让他时常躲在游乐场里偷画 还因此跟许多不良少年打上交道 也时常参与不良少年的斗殴 重点是森衡二非常擅长打架 而且也非常热爱漫画 仿佛就像一个不良少年 改过自新来到美术学校一样 犹如漫画里才会出现的主角 在人群中非常耀眼 并且也十分受女孩子欢迎 三浦回头看看自己 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美术家庭 回忆起自己的点点滴滴 好像就只有画画了 开始怀疑自己 真的配得上如此闪耀的朋友吗 而在不断的自我怀疑之间 三浦也渐渐的了解到 自己对于漫画的不足 当时三浦将漫画家分为两类 一种是单纯对画画感兴趣 而成为漫画家的人 也就是他自己 而另外一种呢 是将自身人生的丰富阅历 融入作品中加以表现的类型 也就是森衡二 简单来说呢 他认为森衡二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而他自己不是 在森衡二面前 三浦觉得自己一直只是 在画着模仿前人的漫画 他觉得自己有太多的不足 在森衡二的旁边 让三浦感到非常痛苦 时常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森衡二耀眼的光芒 刺眼到让三浦几乎睁不开眼睛 不过有趣的是 在森衡二的眼里 三浦却是一个天才 森衡二曾经表示过 如果想要跟三浦单挑画技 这好像空手跟狮子打架一样 单论画技 三浦是一个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无把追赶的对象 而在不知不觉间 两人原本从彼此互相切瘦的好伙伴 因为羡慕妒忌种种复杂的情感 开始出现了裂痕 最后就连保持普通朋友关系 都觉得非常困难 两人最终只能分开 而这段高中的往事 后来也被作为原型画剑的烙印勇士 没错 与好友创立的音设 正是音之团的原型 而三浦剑太郎与森衡二 正是凯兹与古丽菲斯 古丽菲斯曾经对凯兹说过 朋友对他而言 是绝不攀附他人梦想 不为他人所迫 自己决定活下去的理由 而前进下去的人 所谓朋友就是指对等之人 虽然一开始 三浦对于友情的裂痕感到困扰 但是他也觉得 他没有时间沉浸在这种懊悔的情绪中 因为他也只剩下漫画了 我必须用漫画追上他 三浦开始用不一样的训练方式 弥补他不足的地方 如果自己不是个有故事的人 那就从其他地方找寻故事吧 他开始观看非常大量的电影以及书籍 例如森衡二十分喜欢教父 三浦便来回反复看了好几次 在这段期间 小时候父亲在他身旁画纷镜的回忆 也开始带给他不一样的思考意义 三浦开始会去琢磨电影分镜 并且会去了解每颗镜头 到底要传达什么样的情感讯息 忙碌的时间过得非常快 三浦很快的上了大学 他考上了日本大学的艺术学部 这使得他绘画功力跟高中时期比 已经进步了许多 因为大量接触了电影的关系 他拥有了当时最流行的科幻主题 投稿了两部作品 一部叫《再度》 一部叫《诺雅》 这两部作品都有非常重的科幻电影色彩 都在讲人类于末世未来战争后的故事 而努力是有回报的 这两部作品均入选了第34回 周刊少年Magazine的《新人漫画上》 而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以专业漫画家的标准来看 这两部作品或许称不上优秀 但如果拿同是大学时期的 锦上雄艳还有附坚一博相比 单纯比画功 三浦已经甩他们好几条街了 附坚在同年纪的时候 甚至连网点都不知道是什么 这也能够说明 为什么森衡二会觉得 无论怎么努力 在画迹上都无法超越三浦 而下面的故事会更让你体会到 以一个大学生而言 三浦剑太狼的画迹到底有多强 当时三浦也希望自己 有一些实质上的磨练经验 刚好第一神拳的作者 也就是森川让刺老师 第一次在周刊少年载 那时候森川老师才19岁 他跟兵级部说 希望找个年纪差不多的人来当助手 而当时请到的人 是一个小他六个月的 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的学生 没错 这个人就是三浦剑太狼 当时森川让刺 只是请三浦剑太狼画线 结果他光是只看到三浦画的线 就十分惊讶 天啊 这小子画得比我还要好太多了 没多久 森川让刺就对着三浦说 你回去吧 去画你自己的漫画 三浦却说 可不可以再耽误你一段时间 我想在这边跟你学习 森川让刺心想 这是我的台词吧 但是也没有办法 对方都这样说了 也就只能让他留下来帮忙一阵子 后来有一天 三浦来到工作室的时候 顺便带着平时的素描本 当时三浦说 等到之后有能力变强的时候 他希望可以把素描本里面的内容画出来 而森川看了一下 非常的震惊 他认为 在他眼前的这个人 以后一定可以一鸣惊人 而当时素描本里的内容 就是烙印勇士的草稿 正如森川老师的预测 1988年 三浦剑太狼正式出击 投稿了48页的短片 《BELU SEI RUKU》 也就是烙印勇士 只不过这是烙印勇士的短片前身 这次的作品反应非常好 获得了第七届月刊 《Komi Komi》的漫画大赏 那么你觉得 三浦剑太狼就可以顺利出道连载吧 不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边要提到一家出版社 叫做白犬社 白犬社是一家日本的出版社 旗下有非常多的漫画杂志 而当时三浦所投稿的月刊 《Komi Komi》 正是白犬社旗下的其中一本杂志 而这个月刊 尽管现在已经改名为 《Animal House》 但当时它可是白犬社旗下 唯一一本 偏向男性读者取将的杂志 看到了年仅22岁的三浦 拥有这样的作画功力 千万不能浪费啊 与其让三浦这个新人 画自己的故事 倒不如与知名作家合作 会来得保险一点 于是编辑部 请来了非常重量级的作者 那就是五论尊老师 来跟三浦合作 五论尊光看这个名字 就非常的硬派 没错 他是个硬派的作家 16岁就加入航空自卫队 服役整整七年 创作的故事也都非常硬派 当然最舒服的代表作 就是北斗神拳 虽然这类似一种商业操作 但对三浦而言 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能再出道作品 就跟如此重磅的作家合作 也是许多新人漫画家梦寐以求的 于是1988年 与五论尊合作的作品 三浦剑太郎的出道漫画 王狼 正式在Animal House开始连载 王狼在讲述 女主角于1988年 来到中国的西北部 寻找自己失踪一年的未婚夫 这时突然发现了 未婚夫送给自己的护身符 在捡起来的一瞬间 突然出现了一阵暴风将她吸进去 等到醒来之时 她发现自己穿越到了 1212年的西夏 听起来故事的鼓叫 跟龙狼转蛮像的 不过是王狼先连载的 这部作品 刊载在1988年月刊 Animal House的5到7号刊上 短短三个月的连载 故事便告一段落 虽然时间只有三个月 但是月刊的连载页数 不是周刊能比的 也足足画出了 整整一本单行本的量 而三浦也在这段时间 熟悉了职业漫画家的工作模式 这时候 她已经准备好了 她让自己休息了两个月 在这段时间好好地沉淀 整理好她在这段 为漫画付出的岁月里 所学习到的一切 于1989年的10月开始 在Animal House连载了一部 不是作者先画完 就是读者先挂掉的作品 也是一部漫画历史上的传奇大坑 这部作品就是 烙印勇士 烙印勇士原名 名字取自于北欧神话的 也就是狂战士的意思 故事主要在说 主角凯兹背着长度超越自身的大剑 在以中世纪欧洲为蓝本的剑语魔法世界 不断展开复仇之旅的黑暗奇幻故事 三浦发挥了她自小开始画画累积的长处 在十几年的作画下来 也曾经临摹过许多作品 包括北斗神拳 阿基拉 凡尔茨玫瑰 三浦吸取并融合了这些作品的精华 变成一种极具暴力张力 却同时拥有少女细腻感的画风 而这种画风 最后也变成了三浦独有的风格 浪运勇士一开始的连载工作虽然不轻松 但三浦的经历却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才刚连载没多久 之前连载的亡狼就决定要出续集 亡狼传 于是在1990年三浦便在Animal House 一边连载亡狼传一边连载烙印勇士 虽然在连载亡狼传的时候 浪运勇士都会暂时休刊 但是能在一本杂志上同时连载两部作品 并不是一般漫画家能做到的 而这些辛苦的过程 都将转化为训练三浦画迹的养分 当然画迹再高强 三浦剑太郎也表示过 如果不能将自己的经历当作故事来看待 是不能成为漫画家的 时间来到1991年亡狼传完结 三浦继续开始连载烙印勇士 而这时候 他开始把自己年轻的那段经历 变成一段故事 这段故事就是 我心中的神作篇章 黄金时代篇 黄金时代篇的主轴 就是描述英之团里 凯兹与古丽菲斯的恩怨情仇 正如当年的三浦剑太郎与森恒二 从单纯的友谊 变成复杂的情感 这些情感有仰慕 有妒忌 有感谢 有憎恨 硬派的黑暗复仇风格 却有着细腻如少女漫画般的情感描写 沉重悲伤的剧情 仿佛让读者快要喘不过气 那你看到这边会不会想说 森恒二与三浦剑太郎这两位老师 是不是正如漫画中这样呢 不用担心 他们两个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恢复联络 后来的日子也很常在漫画上互相帮忙 感情非常好 而随着黄金时代篇的连载 烙印勇士人气开始急速上升 不过此时 三浦却再一次的跟五论尊老师合作 于1992年开始连载《漠视英雄录》 而这时月刊Animal House改成了半月刊Young Animal 也就代表 三浦必须要在更有限的时间完成精致的作画 在自己的作品刚要起飞的时候 同时进行两部漫画连载 并且交稿时间还被砍了一半 但三浦却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作品会崩坏 原因是他真的已经准备好了 第一是整个《黄金时代》篇章的剧情 他早已构思完毕 第二是从幼年时期开始累积的经验跟习惯 让三浦在之后的漫画家生涯 跟一般的连载漫画家比起来轻松了许多 其实三浦老师还蛮会安排自己的时间 在访谈中他曾经透露过 在连载的日子他每天会睡到中午 有些日子还会出门散个步或是去游个泳 一般都会在下午两点左右开工 之后包括用餐的时间在内 会一直工作到隔天的凌晨4点到6点左右 也就是他每天可以睡6到8个小时 相比《海财王》的作者韦田荣一郎老师 出道的头十几年几乎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 还要把椅子调成不能睡觉的角度 三浦有时候还可以去散步跟游泳 这样的生活可以说非常有品质 但所谓的生活品质也是跟连载漫画家比 跟一般的上班族比起来 三浦老师这样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散步每日的吃饭时间 他还会观赏各式各样的动画 他会把当季所有放松的动画的第一画 全部流来一遍 然后集中精力看感兴趣的那几部 并且他会尽可能的在周日抽出时间 看上一部电影 当然能够有这样的生活 都要归功于他年轻时的努力 以及养成不断充实自己的习惯 而且三浦老师还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像是他曾经说过 对自己的腰感到非常的自豪 还称自己拥有坚持的腰板 的确 因为腰痛而困扰的漫画家有非常多 时间快来到1997年 《黄金时代》正式落幕 三浦终于将凯兹与菲利古斯 过去的经历完全讲完 他用将近8年的时间 完整的描述了一段如史诗般的精彩故事 而同年的10月7日 烙印勇士也开始动画化 动画带给了烙印勇士更多的知名度 也让更多观众叠进这个 永无止境的大坑 在这段期间 烙印勇士已经变成一部非常知名的作品 三浦也变成了一个出名的作者 并且他的画工已经从一个出色的新人 变成一个极为成熟的漫画家 甚至在读者之间已经开始讨论起 三浦的画迹 而在2002年 烙印勇士获得了第六届的首种志从文化奖 首种志从文化奖 是朝日新闻社于997年创设的漫画奖 创设的目的除了纪念首种老师之外 也以十分严谨的审查 来促进日本漫画产业的进步 能够拿到这个奖的漫画 不只是要受欢迎 作品的背后 一定要有很重要的意义在 例如 Doraemon Monster 冥王 人衣 所以得到这个奖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广荣 哦对了 这个奖跟我们别部影片里 提到的极音社的首种赏是没有关联的 而烙印勇士在第六届的首种志从文化奖 以57分拿到了第二高分的漫画优秀奖 顺道一提 当年最高分的漫画大赏是锦上雄焰的浪人剑客 而随着烙印勇士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故事的走向反而越来越黑暗 凯兹的故事似乎永无止境地进行着 2009年 烙印勇士已经连载了20个年头 修刊的状况跟一开始比明显提高了许多 出版社也默许三浦用不固定更新的方式连载烙印勇士 凯兹在这条名为复仇的路上走走停停 不断让自己变得强壮 而三浦也是 尽管修刊的时间变多了 是用好可以形容了 在众多细节还有画面张力上 都达到了怪物等级的水准 时间来到2012年 烙印勇士动画电影版正式上映 而电影版分成三部曲 分别是霸王之软 多尔多雷攻略战 降临 也就是黄金时代篇章的部分 而在这段时间 森川让次连载的第一神拳也突破了1000画 曾经当过助手的三浦也画了一张祝贺图 或许是想起了曾经的往事 又或许是为了寻找新的灵感 烙印勇士开始长达了一年多的休刊 并且在2013的年底 三浦推出了新的连载 这部作品叫《巨人战争》 三浦可能有在这部作品中找到了新的出口 《巨人战争》完结之时 烙印勇士恢复连载 只不过因为长年的握笔 三浦得了剑翘炎 为了加快绘画速度 他开始使用电汇 不过电汇并没有加快烙印勇士的连载速度 从2014年开始之后 烙印勇士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休刊的 但虽然是休刊也比附件好很多 至少三浦每年都还是会固定连载几回 而随着大量的休刊 以及长时间的连载岁月 读者们也慢慢的开始认为 凯茨的复仇 或许是一个至始至终都看不到终点的故事 烙印勇士登上了日本网友评价 读者死前最想看到的完结作品 第七名 在这段岁月里也真的有一些烙印勇士的粉丝 先走了一步而看不到结局 三浦老师也开始改变了他的一些想法 2019年三浦剑太郎再一次创作了新作品 天地之间 这是从连载烙印勇士以来 第四度的同时连载两部作品 这让非常多的读者都无法接受 烙印勇士都连载不完了 竟然还画新连载 但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决定 其实天地之间并不完全算是三浦老师的个人作品 这段期间三浦老师创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 名为Studio我画 而天地之间其实是由三浦剑太郎和助手们一起创作的作品 三浦主要负责故事线 而助手们则负责作画 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在2016年 与北斗神圈的作画原哲夫老师的访谈中 就让三浦在心底偷偷下了这个决定 当时原哲夫老师说 漫画家在画画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会像运动员一样全身心的极度专注 甚至将生死置于度外 一心只有画漫画这件事情 也只有这种状态才会诞生优秀的作品 不过这种状态也只有凭借年轻的本钱才可以撑得过去 当时原哲夫老师的右眼 已经出现严重的势力问题 只能靠着左眼来应称 所以原哲夫老师了解到 只凭自己一个人去创作漫画是不行的 这样最后承担后果的只有自己 万一像许多漫画前辈 一年早逝怎么办 所以不如选择能够让自己更轻松的方式 留下更多的精力来创作更多的价值 所以原哲夫老师每个月只花七页纸 其余工作全部交给团队人员来负责 这些话让当时年近五十岁 又得了剑桥园的三浦感触非常深 自己的身体的确不如年轻的时候了 已经无法拼了命一样的绘画漫画 不如多找些助手 让自己能够更有余力的创作 这便是三浦开设工作室的真正原因 而这部《天地之间》 就类似于三浦让助手们练习的作品 等助手完全成熟之后 便可以协助烙印勇士的作画 也就是说 虽然三浦老师早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也拥有了一些助手 但由于还不放心助手的作画功力 所以烙印勇士大部分的作画工作 还是由他本人来负责的 等到助手们能够升任烙印勇士的工作时 那么烙印勇士不只可以维持品质 连载速度也会大幅加快 这也是三浦老师对于烙印勇士的情感以及坚持 三浦也表示 其实烙印勇士的结局已经安排好了 难的不是故事 而是作画 那么也就请大家一起期待着 烙印勇士完结的那一天 三浦见太郎 一个从懂事开始就确立目标的漫画家 在这将近半世纪的岁月 至始至终 从来没有背叛过漫画 所有的兴趣 休闲 爱好 都是为了奉献给漫画 青春 是人一辈子中的黄金时代 三浦老师用他的青春 画出了一部长达三十多年的连载作品 这部作品甚至比许多读者的年纪都还要大 他用岁月创造了如史诗般的篇章 也把青春描绘出了黄金般的光彩 在烙印勇士里 我们不只能欣赏高超的画迹 也能感受到真实又细腻的情感 最重要的是 这部作品仿佛陪伴着读者们一起长大 如果烙印勇士完结 我其实真的会有点舍不得的话才有鬼 赶快完结哦 好 希望三浦老师可以顺顺利利 健健康康的完结烙印勇士 最后还是打个小广告 再推一次Bookwalker 烙印勇士的确是一部很值得收藏的漫画 但因为单行本的量其实蛮多的 一次买下去蛮贵的 而且也占空间 如果不想要实体书 或是觉得价格太昂贵的朋友 支持正版电子书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价格至少会便宜一半以上 而且还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来看 那么烙印勇士的连结我就贴在下面 但记得要沉浸才可以看哦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